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完全这样 很多青年男子可以出现问题 第一 想起来的时候起不来 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称之为勃起功能障碍 或者坚持了一会儿 它然后又软下来 不能够正常完成这个过程 我们就要不而不坚 坚而不久 还有一种情况 很多男孩子的发生性是因为自己过度之后 勃起之后不能够正常的萎缩下来 我们这就中医上称之为强中 西医上叫做异常勃起 那么如果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勃起 这个一定要到医院里紧急处理 因为这样子已经在了医院里紧急处理 但是我们又要离开 然后我们已经去看 那么多令人都已经在了医院里紧急处理 所以我估计了 现在我们将这个缺导一次 就是剩下的有个困难 我们可以带快一点